最近朋友们都在感叹 这疫情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哎呀 无奈之下呢 我又去刷了几部关于病毒的老电影 其中就有一部我一直都很喜欢的讲师片 惊变28天 2002年上映 获得了当年的科幻奖最佳恐怖电影奖 你看过吗 其实关于僵尸的电影很多 有名的片子呢 也不少 比如我是传奇 僵尸世界大战 俯三行等等 这些你都看过哪几部呢 最喜欢的又是哪一部 说来听听啊 但我觉得啊 不论你喜欢哪一部 惊变28天 这部电影的剧情 才是最有可能成真的 你看看他拿的奖就知道了 首先是科幻才是恐怖片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呢 就来讲讲他 先简单描述一下这部电影的剧情 科学家为了研发出 能够治疗攻击冲动的有效药物 先是利用基因改造工程 创造了一种叫做暴怒的病毒出来 然后用这种病毒来感染大星星 并强迫他们观看各种各样的暴力电影 以刺激他们出现暴怒的状态 接着自然就能够开始研究 针对他的解药了嘛 你看这个过程是不是很奇葩呢 为了研究解药先研制毒药 你要是一开始没有毒药的话 那解药根本就不需要 还研究个啥呢 难道真的像那句话说的一样吗 没有困难 制造困难 也要去克服困难 好吧 你以为这个剧情是子虚乌有吗 哪里啊 科学家一直就是这么做的 为了通过病毒来更加了解我们自己的生理 为了通过病毒来实现基因改造的治疗方法 为了让我们拥有更加强悍的抵御病毒侵袭的能力 我们的实验室里面 一直以来都是堆满了经过改造后的病毒小家伙的 为了治疗 你必须要先了解 精变28天一开头的那位科学家是这样说的 而这句话对于群荷兰的科学家而言可不只是说说而已了 他们在2012年的时候就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大事 彼时禽流感H5N1呢大流行 它是个挺麻烦的东西 但好在它并不容易感染上人 你必须要近距离的去接触鸟类才有可能会中标 而且即便中标了也不太容易传染给别人 但科学家还是足够重视的 尤其是考虑到它很有可能被恐怖分子利用的时候 你想如果恐怖分子对它进行改造 把它变得更容易人传人会怎么样呢 很可怕吧 所以基于这样一个假设 有些不可思议的研究便开始了 他们试图了解将H5N1武器化的难度有多高 这就涉及到把禽流感变得跟一般感冒一样 通过空气就能够传播了 基于所谓的物化过程 再通过了解使其物化的难易程度来决定 是否需要对民众进行特别的保护 以及开发出有针对性的疫苗了 但你看唯一知道恐怖分子能不能成功物化H5N1的方式呢 就是自己先去试试嘛 等于就是帮恐怖分子做到他们想要做的事嘛 结果2012年一群荷兰科学家就真的这么做了 而且得到的结果是物化H5N1是可以的 但这还不是最令人震惊的 他们还差一点就把这篇详细的技术文献给公开发表了出来 就差手把手的教人这么做了 然而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更刺激的还在后面啊 他们进行这项研究的实验室呢 并没有最高等级的安全措施 只有三家的生物安全等级而已 考虑到连最高安全等级的实验室都有一定的泄露风险 人们就更加应该对他感到担忧了 研究计算显示 这群荷兰科学家物化的H5N1病毒 有80%的概率会在4年内逃离实验室 你看2012年加上4年 就是2016年 他逃出去之后再跟自然界混一混 会不会就混成了一个大魔王 在2019年时回归了呢 好了咱不谈阴谋论啊 还是回到科幻的路上 接着之前的剧情 你科学家拿病毒来做实验 没有多少人会关心 但你拿动物 尤其是拿大猩猩这种灵长类来做实验 动物保护组织能够饶得了你吗 于是啊 几个激进的动物保护人士呢 就趁着夜市的掩护潜入了这座实验室 试图来解放这些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的大猩猩们 很不幸啊 其中的一名激进人士呢 被咬了 于是 他的激进程度也就立马飙升了 直接被暴怒病毒给干成了僵尸 其他几位自然也就被他拉下水了 28天以后呢 整个世界也都一起被拉下水了 是的 从传播模型和传播天数来说呢 都跟真正的病毒大爆发没有本质区别 诶 所以 现在就有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病毒 它究竟有没有可能把我们变成僵尸呢 其实 金变28天后面呢 还有一个续集 金变28周 从那个里面我们可以知道 暴怒病毒是怎么来的 它原本是一种设计用来减少暴力行为的药物 但是呢 却意外的跟埃波拉病毒结合在了一起 发生突变后 带来了完全相反的结果 人脑不复存在 暴力也变成了常态 单独感染埃波拉呢 虽然极其致命 但却并不会让任何人暴动 因为它的机制是破坏宿主的身体 而不是脑子 使受害者变得虚弱 虚弱到无法为自己做任何事情 只能任由病毒来操纵了 而与此同时啊 我们的免疫系统竟然也在做同样的事 它会让你腿软 感到乏力 感到食欲不振 因此才能集中所有的资源来对抗感染 是的啊 吃饭进食在这个时候呢 也被认为是浪费能量的行为 所以基本上 一切的感染只会让你的行动 变得更加的迟缓才对嘛 至于精神上 你怎么想 并不在他们的关心范围 身体动不了了 光脑子好又有何意义呢 但是例外来了 也有把你往反方向推的病毒 从弱到强呢 我们拿三个来举例啊 第一个呢 是一种叫做ATCV-1的绿藻病毒 为什么叫它绿藻病毒呢 因为一开始啊 我们以为它只会感染藻类嘛 然而在一次研究中发现 这种病毒竟然也出现在了 精神病患者体内的微生物群中 哎 这就有点诡异了 它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 在好奇性的驱使之下呢 研究人员展开了进一步的测试 哎 结果就发现在寿式样本的体内呢 这种病毒的发现概率 居然高达43% 确凿无疑啊 它是能够感染人类的 这个是个坏消息啊 因为ATCV-1 具有使大脑混乱的特性 会让你的视觉与认知过程 漫长十分之一左右 换句话说就是啊 让你变得更蠢 所以从精神病患者身上 发现这样的病毒呢 好像也就并不奇怪了 它们在其中 是否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呢 这个呢 真不太好说啊 我们已知的是 它会让试验的老鼠 失去好奇心 变得对探索新事物 没有那么丧心而已嘛 至于人类 本来就丧失了很多的好奇心 所以说既有可能我们都感染了 也有可能 即使我们感染了 也都没啥影响了 作用效果十分有限嘛 好吧 那我们再看看第二个啊 哎呀 这个我不得不说啊 膛枪的人就很多了啊 猫身上有种寄生虫 叫做弓形虫 它的主要感染对象 是猫的猎物能够经由某种机制控制它们的行为 使它们变得对威胁缺乏正确的感知 哎 就更容易被猫捕获 也更容易将这种寄生虫给传播出去了 但随着人猫的和谐相处 这种寄生虫呢 也越来越多的进入了我们人体当中了 据估计 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已经感染了共性虫 哎 那么 它对我们会像对猫的猎物一般操纵我们的行为吗 研究认为是会的啊 不过可能相当轻微 它会使我们变得稍微吃缓 稍微暴躁 还有呢 稍微 而且莫名其妙的更有社交能力 哎 这样你想到了什么 哎 怒怒症和社交牛逼症吗 哎 你别说前者还真跟它脱不开关系啊 研究者发现 在一种环游叫做 振发性暴怒疾患 IED的患者身上 找到公性虫的概率呢 是正常人的两倍以上 而IED的典型症状之一 就是车开着开着 便不受控制的发飙了 虽然这种关联性呢 并不一定意味着是由公性虫直接引起的 但是既然它有办法来操纵 喵心人的小猎物 自然也就有办法来操纵 喵心人的大蚕死官了 只是机制呢 我们还没有搞懂而已 哎呀 你看这个第二个对心智的影响 可就比第一个来的大多了啊 哎 那我们就接着再来看第三个吧 既然都连累了一片喵心人 那我们也干脆把汪心人一起拉下水吧 他就是狂犬病 狂犬病啊 是真正可怕的疾病了 它跟埃博拉病毒类似 会造成多重器官衰竭 导致缓慢而又折磨的死亡过程 对人类的致死率呢 几乎达到了百分之百 不过又完全不同于埃博拉病毒 狂犬病不会让人倒下安静的死去 而是让人发狂 他们会出现疯狂的攻击性 会经历幻觉与妄想 会不断的流汗流口水 还会有种无法控制的想要去咬人的冲动 因为这样才是感染其他宿主的最佳方式 好了 这就够惨了吧 但狂犬病毒真的是太有手段了 它还会让你见水就怕 哪怕嘴张得再大也无法喝进去一口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不就把嘴里面的病毒给吸食掉了吗 你说它狠不狠 所以说病毒不是生命 我打死都不相信 这智能得干嘛多少有脑袋的生命 狂犬病之所以这么狂 是因为它能够直接入侵中枢神经系统和大脑 通过在里面形成肿胀来控制人类的行为情绪以及运动功能 已经是顶级黑客能够干的事情了 所以咱们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 是就算我们只是粗略的看过这三种已知感染能够造成的症状 就已经把暴怒病毒的元素给早期了 接着只用把这些感染拼凑在一起 不就是个变僵式的病毒了吗 这个过程要么是大自然来完成 要么就是科学家来完成 我觉得看了今天的内容 大概率咱们还是相信科学家吧 好了我是火箭树 希望你能喜欢今天的内容 关注我 后面我们再来多讲几部科幻电影啊